國內疫情持續延燒 在雲林縣私立的楊子中學 有一名高中部學生確診 該班級是立刻停課十天 其餘失身七號停課一天之後 今天上午恢復上課 而衛生局媒合了縣內的醫院 要對全校一千兩百九十二名師生 通通進行PCR的篩檢 防堵病毒再從校園擴散到社區 學生們來到大禮堂 依序排隊進行PCR篩檢 因為校內一名高三學生 旅遊足跡時有接觸過確診者 隔離後篩檢也確診 包含該班全部同學 從七號開始停課十天 全校在預防性停課一天後 針對一千兩百九十二名師生職員 進行PCR篩檢 在盡量不影響課堂進行的情況下 各班級依序來到禮堂進行篩檢 預計一天就可以完成全部裁檢 由於國內疫情持續升溫 即便目前校內學生也有接種疫苗 但就怕會有確診的疑慮 在衛生捲眉河下 在校內開設快篩站 針對停假學生也會另外協助進行篩檢 避免校園變成防疫破口 由學生再將疫情傳回家中 甚至衍生社區擴散 縣府和校方都寧言勿松 期盼能夠阻斷病毒傳播鏈 結果正義 雲林報導 期盼能夠